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给你带了红汤水 还有鸡汤 天哪 这就是来自爸总的宠爱吗 太体贴了 喂 喂 这么快就结了 干嘛呢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晚饭吃了吗 吃过了 吃的泡面 是不是因为吃错了东西 那倒不是 是因为那个来了 那你照顾好自己 把电视台打开 好 晚安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你身体难受 只是 苏小姐晚上好 你好 东西给我 你下来等吧 好 我让助理随意买了一些 不知道你需要什么 你看看他缺什么 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给你带了红汤水 还有鸡汤 天呐 这就是来自爸总的宠爱吗 太体贴了 想卸喝哪个 我都可以 你这么晚不睡 还在加班啊 我再查一些资料 身体不舒服 就要多休息 不记得这一时 时间比较赶嘛 我查完就睡了 我这一次的设计时间 确实有点紧 公司的好几个议员都比较着急 都靠你了 我会的 我会努力的 有什么需求就尽管跟我说 我觉得我可以完成 那你自己掌握好多 我那就不给你压力了 我知道 从你把项目交给我的那一刻开始呢 却有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 我自己也是有点心虚了 但是 我会完成好的 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也不会让你的选择失误 好 好 那 我给你喝汤了吗 要凉了 要不是他帮了我一把 我工作上可能还没那么顺利 好喝吗 你拿着 我给你倒鸡汤 就是明天一天了 要好好想想 怎么感谢他才行